今天我都漏了 有些操作是否利了 有些操作的 我使你把手放到 我永远好好放 我等下一起 做潮潮潮到 我们家先生刚刚回来了 又耽误了一个小时 外面割草 我刚才呢 试了一下 用这个剪刀啊 还这个小钢戳啊 都不太合适 但是我又不想用那个打磨的 之前用过 要是那个手法掌握不当的话 因为现在指甲已经很薄了嘛 我很怕有危险 指甲壳没了 我就找出来一个甲油胶 蟹甲包 一点点的蟹 那今天能做到哪一步 我也不晓得 反正这个天 我一直一定要把它撩 撩透的 是说到了这周二对吧 我两点五十五 我就冲进了孩子的教室 我想找下他们的班主任 艾玛 她上报到学校的office office给我们家长打电话 那会儿是一个relieve teacher 艾玛不在 可能那两天 因为周二周三家长会 我心里想的是 可能艾玛 她需要一个休息吧 然后在面对之后的家长会 那会儿我就接到我们家三庙 我就问她 是哪个同学欺负了你 她就跟我说 已经走了 我说赶快赶快 我是把你书包拿上 我们去追追看 她就远远的跟我指了 是两个白人同学 我接孩子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碰到了另外一个家长 我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他就说 他女儿当初所读的 另外一个学校呢 苏格兰的一个白人女孩 穿了一个裙子 然后被一个 中国来的一个男生 是插班生 他把那个苏格兰女孩的裙子 给 圈下来了 苏格兰家长呢 就说 你这男孩 你必须要 当着全班人的面 跟我女儿道歉 否则 我要报警 这话呢 我就听进去了 路上呢 我就很着急嘛 我就问我们家三庙 不晓得他是 当时着急呢 还是怎么 反正他哭了 然后我想说 那就不要再进行下去了 回来以后 就跟我爸妈视频 爸妈也很着急 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事情啊 一定要重视起来 跟孩子了解情况 这样子呢 就到了第二天 周三 看孩子也睡好了 我就轻声细语的 调整了一下我的情绪 我跟我家孩子 又问了 这事情呢 是这样子 我们家孩子呢 跟这两个孩子 还是好朋友呢 问你T的时候呢 这两个孩子就 把我们家 Samuel的 外面的裤子 给脱下来了 底裤还在 只是脱到了 这个地方 但是第二次呢 是全部脱下去 为什么会有第二次呢 是因为第一次 没有人看到呢 那会儿Samuel呢 他也没有去上报 Samuel就说 Stop 那两个同学就说 Just joking 这样就不了了之了 就才有的第二次 再次发生 After lunch time 就也是孩子们 完了以后啊 差不多应该是一点半 又再去教室去上课 Samuel说 他正在reading 那两个孩子呢 就 又把他的裤子 给脱到了小腿那儿 Emma呢 也教育了这两个孩子 而且学校跟我们 打电话呢 就说是 We take it very seriously 学校也非常注意 这种霸凌的行为啊 发现这个指甲 还真的挺牢固的 这胶腿 还真不是盖的 你把它粘上去的时候吧 你希望它 那个指甲 不要太脱落的太快 你现在卸它吧 你真是心里着急呢 就卸卸不掉 我也不想用 那个打磨的那个东西 你很伤指甲 周三早上 我就了解到 这整个的一个 一个来龙去脉以后呢 我就给Emma老师 和学校的office 发了一封 写了一封英文邮件 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 我跟Samuel了解了 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有两次脱裤子 而且呢 其中有个细节 Samuel在那个 Mad Time的时候 Mad Time呢 就介于 Morning Tea和Lunch 中间的 就是Mad Time 结束了以后呢 就孩子们就去Lunch 然后就去出去玩去了 把你今天早上呢 你有没有什么 学到的一些小节啊 你有没有 你的小事情 想分享啊 老外就很喜欢这一种 就隔一会儿就做个小节 很多朋友就举手嘛 我们叫Samuel又举手了 但是呢 Emma没有点到Samuel 我在邮件里面也写了 I totally understand 就是不是说你举手了 我就要点你 这个我很理解 随机 邮件里面呢 我就特别强调了 Samuel他平时是一个 非常活泼 非常powerful的 在家里是会比他哥哥很强壮 他经常是去欺负哥哥 老师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 老师说不要在学校打人 这也是为什么Samuel在周二的时候 我问他 我很激动 他说老师说不可以打人 他就哭了这样子 也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小男孩 我说Samuel需要一个正式道歉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我是借鉴的那个周二 那个家长 周三下午 刚好那个周二周三是家长会 就一对一的家长会 就每个孩子是十分钟 这样很非常注意隐私嘛 在教室里面就是家长和老师 再就是孩子 孩子可以在现场也可以不在现场 一般呢我们都是我和我先生都会去 我们家孩子也会带去 我跟我先生跟Emma见面的时候呢 Emma就说啊 首先我们先把昨天周二发生的事情 我们先来把他说清楚 他特别把Samuel叫过来 让他坐下来 昨天在mad time的时候 你举手了 我没有点你 你下一次呢 特别紧急 特别重要的情况 如果老师没有点到你 你就直接说 This is important I need to say 这个就是我不能等的 我一定要告诉你的 然后Samuel就非常听话的 点头 我当时看见我们家长儿子 我好心疼的 我就哭了 Emma老师还特别好 去拿那个纸巾盒给我 后来我们就 哇我好像捡到我的 捡到我的肉了 好疼啊 有点疼 然后呢就开始聊孩子的学习啊 各方面聊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回到聊这个事情 因为我英语不太好嘛 我就想跟我先生就说 最后这个事情是 怎么一个地 那我先生是一个老好人嘛 他也不想说是去 惹谁 就把这个事情扩大化 希望以后呢 学校一定要重视起来 这样之类的 我听我先生这个口气呢 我直接就跟Emma 直接用英语说 我希望得到一个正式的 孩子在全班面前的一个道歉 然后Emma就说 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的一个政策 我们会follow up的 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就 我们就离开了这样子 但是呢 他肯定是知道我的一个态度 到了周四 我是学佛的 我会经常去听那个 线上的 共修小组 那天我就听了一下 我就突然呢 就悟出了一个道理 面对别人的错误呢 要懂得 宽容比惩罚更有力量 不要围栏自己 放过自己 不管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 我们家的孩子 从这件事情上面 他只要知道我们大人是 有很多人给他的爱 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保护他 知道让他下一次遇到类似的问题 怎么处理 不要一个人闷着 这还是两个好朋友 对他的一个欺负 我知道 可能就是孩子 孩子之间的开玩笑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家长来说 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我想开了 那孩子呢 和学校呢 也对这件事情 加深了一个深刻的认知 我觉得就到此为止吧 哇 我好像捡到手 我好像捡到我的指甲壳了 有点疼哦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 做不了美甲了 时间已经晚上七点钟了 我先生他刚才又不停地打电话 去爷爷奶奶家 把孩子接回来 哎呀我肚子好饿 还没吃呢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 这是我弄的三个指甲 我的指甲壳 把它打磨平了以后 用手他这个大指甲 他会经常去做事情 会有瘦重沉重 已经非常脆弱了 指甲壳很薄了